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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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枪三人行哎咱们这个热烈欢迎这边啊哎小天这个载欲归来是吧谢谢谢谢我整天这个在国际上都给我们整面没有没有对吧哎呦天啊我说我刚才说了我觉得你将来这个作为一个女主持女版软次三 中老年的时候你的未来都有了奋斗目标了有了奋斗目标了对吧这个家伙越来越采访高端的领袖是对吧哎文道我最近觉得有一个挺逗的哈就是说你说要是一个国家的首脑哈嗯他要是个喜剧人物他在国际上大家该怎么对待他也挺好的以前墨西哥不就有个总统是演员出身吗后来也是一位贪污被抓了啊墨西哥你记不记得是他出来也挺搞的那那那国家 加上是很受欢迎但他其实这样所有这些人物他不太关心自己在国际上什么形象因为他演员出身的人他最重要就是国民喜欢他就够了嘛你像最近你说这个菲律宾这个阿基诺三世哈我一直觉得他在我眼里是个喜剧人物你知道吗我每次看见他我觉得这人都特逗很可喜是吧他这个他那个笑啊很奇怪我老实说当年香港人不是骂他 他出来辩解的理由说人质事件弄死我们那么多香港人你为什么在新闻发布会上你还笑呢他那个解释说我就是个笑模样我平常严肃的时候我也是笑涛哥是什么是典型的人说的什么理性的人看很多事情啊都是喜剧感性的人看很多事情都是悲剧我看他呀我可不觉得他是个喜剧性的人物那他悲剧在哪呢 我觉得挺悲剧的我觉得他在智商有问题我是很反对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啊这个个人化进行人生攻击的但是啊真的看他的新闻看他的这种举动言论什么的我忍不住最终只能归为他的智商问题如果不是智商那就是道德啊那就是价值观那就是历史观那更糟糕了还不是说他是智商问题呢哦为什么呢怎么了就觉得他low呗是吧真的啊说出话来就是low呗 但是哎我现在就觉得这个low也挺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就是咱们不是著名的是有节操没底线吗哎我有我有我有时候有一种自暴自弃的心情我说我要直探这个民族的底线然后哎我有时候感觉你就哎就说这个接地气啊你就往下直奔吧哗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底线啊深不可测啊接触不着啊国际上也如此啊你比如说就说这个阿基诺三世阿基诺三世我最近又想看看他嗯 你可以看他照片我就觉得他不像个首脑你看那个笑你注意到这个笑吗嗯开怀大笑而且这个照片我离得远我看不清楚我怎么觉得安倍讲话这个环境啊后边像个婉联哎呦哎呦天呦你就说了怎么现在日本在接待他对你看安倍这个后边的那个他去菲律宾他去菲律宾那怎么就像个那个不是不是像个桑里的后边的那个对对对对这次是这个日本的天皇天皇夫妇对啊 他们都亲自出来宴请阿基诺三世那吃饭的时候呢天皇就说啊对这个在二战期间菲律宾那些死去的亡灵我们也深表哀痛对啊他怎么说他说啊我们过去经受的苦难和我们的那些创伤都因为日本现在愿意基于尊重平等跟我们建立这种两国关系而抚平了嗯就这样轻描淡写啊对啊而且说这个最近我看那个外交部发言人 不是又痛斥他吗嗯说他把中国说成纳粹其实他不是头一回把中国说成是纳粹德国了你就是说他的历史观嗯他这个历史啊还挺会联系的你知道吗他就学的他是像会联系会联系哎我当年学的那个中学课本也有这个历史观就是说呃二战说在纳粹德国到处挑衅的时候当时英国采取的叫什么绥靖政策你看历史学的好绥靖政策就是说都让着他都忍让他 但是你看这结果就是他最后越来越过分了嗯他在他这个脑子把中国当成那个时候的德国是吧把这个美国当成了那个时候真的是罔顾历史啊中国首先是战胜国而且是二战里面的一个最最深受其害的一个国家哎我去采访那个呃俄罗斯大使的时候他都说他说根据我们的这个最新的调查数据啊中国在这个二战期间这个死去的民众啊什么的这个数量实际上是超过的 超过我们前苏联的哦是吗啊比苏联还多对比苏联还多对对所以说而且要说中国是对这个二战胜利嗯反法西斯的胜利等等啊这些是做出巨大贡献所以你就说我就说一题外话为什么前一阵那个就是抗日那个神剧啊嗯就是丧良心呢就是说哎他们说横电杀死的鬼子有人算过没有十个亿吗还排起来绕地球两圈吗哈哈哈哈就是说哎日本怎么生都生不出来 可是你知道就说中国这个抗战说是两千五百万军民吗嗯那真是死的人多而且那种叫抗战就是艰苦卓绝啊其实有时候敌人的强大呀更偷现出这个悲壮啊你当时种种根据表明啊甚至那个时候我们的军队像是前现代的军队啊你跟他练包括训练啊拼刺刀那个小日本鬼子我们得几个人拼他一个你才拼得过你原来那个国民党的将领就是说呀 就是说说真的两两军实力来说嗯他们一个打我们十个是这么一个比例对所以死那么多人全靠人肉攻势啊是才能挡得住小日本你说他不是他不是小日本啊他就是所以你你拍这个抗日连续剧你就觉得就是这种不上良心啊话说回来我想讲回阿基督三世咱可以看看他照片你瞧哎跟这个安倍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上门溜须拍马啊 你你你你也不能说就好比就包括那个就就你不能说两国抗日战争时候说我们菲律宾没什么怨恨了啊日本你都抹平了你也道歉了没事了但是又牵涉另一件事他的这话说出来实际上在他们国内啊还是有这种负面的影响啊也是说很多的这种心情听说日本天皇都有点不太好意思你不能这么夸咱们再去一下广告千千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天再接着说说 你对东南亚 你去那边采访 对我去年年底 我去的是马来西亚 到的马来西亚总理府 采访的是纳西部 其实说实话 那一次去 我们肯定有我们的采访目的的 因为去年 像马航出那么大的事 但是其实要说的话 我就觉得 其实有一个事情 到现在我也不太理解 就是这些国家 它是这个政府的运作 或者它的想法什么的 就是我们 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记者 凤凰律师作为一个香港的媒体 这个千里飘飘地飞去了 马来西亚专门去采访总理 但是整个这个采访 前前后后跟我们交涉的 而且我们感觉化势的 就是哪些问题能问 哪些问题不能问 采访多长时间 怎么怎么样 是两个洋人 两个白人 什么问题呢 而且说的是非常标准的英语 那么我的理解就是 首先就是 当然有些国家不排除 它有这样一个顾问团队 对吧 但是呢 我在想 如果说我是这个国家的 这个领袖啊什么的 再有第三方国的记者来的时候 让他回避一下 对不对 我的感觉就是 要么就是这个马来西亚政府 他们太不小心了 还是说这事他们是雇一个公关公司 我觉得有点像 要不然 对 要不然就是 他背后的这个 不管是公关公司 还是雇员团队什么的 他们啊 是不是太有心了 我在想啊 他们的这个职业素养 不会让他们 那么不小心的 把这样一个信息 暴露给 如果说 什么信息 就是 实际上背后是他们呢 就是这个 白人 对啊 他的首相 白人 这个首相 我让他 像对你回答什么样的问题 我让他这话说到哪一步啊 就是这种 就没有必要 让一个第三方的 一个中国的记者 了解这些信息啊 哦 你的意思是有这个西方的白人 是他的幕僚 是他的顾问团 我就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了 猜测 对 但是 你觉得有可能吗 文道 但是跟我跟我交涉的 对 实际上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情 对 在国际上应该是 都是通行的吧 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作为一个 要是真的是一个比较严谨的 一个政府机构的话 对 这种信息 你没必要 让一个记者知道 就是他的背后 有这样的一个 他也是把这个凤凰卫视的访问 当成国事访问了 对 我们到你这来访问 那俩白人 因为这是一个国际上 很通行的专业 就是这种处理这种 国际的公关啊 什么 是真的有这种 这种行业 这是行业 那所以很多国家都会 聘请一些 尤其美国最多 聘请一些专业的人 那么当然美国 比如说像白宫新闻 发言人 那个就是 等于是聘请进政府内 但他原来在进政府之前 就是干这行的 那么现在 其实很多第三世界国家 也都会找这种人 那么有时候呢 找这种人就看 他找的是什么人了 那也许真的会有白人 也不一定 真的 比如说直接从英国 找过来也很有可能 因为马来西亚政坛 本来跟英国关系 就很深厚 他十几个苏丹 因为他苏丹有十几个 十几个苏丹 他纳吉布 他的巫统 里面很多人都是留学英国的 所以他们对英国那套 都过那几步也是 对 他们对英国那套相当熟悉 而英国最盛产 这种Spin Doctor 就是这种 这种 这种搞新闻 搞公关的 所以我非常有可能 新加坡 李光耀 都是 整个这些都是过去 英国统治的地方 不过说到这 就又联系到 就是为什么 阿基诺三世 是在哪受的教育 美国 美国 那为什么 因为菲律宾跟美国关系 就为什么这些国家 包括阿基诺三世 说好像对日本 没什么仇恨 就我们听来很难受 但是 我们跟日本 当然有很深的历史的恩怨 在这里头 有这样一个深仇大恨 但是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这种感情 并不是全亚洲的人共享的 尤其对东南亚国家 从菲律宾也好 到马来西亚 到泰国不算 缅甸这些地方 他们对日本的态度 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像 在菲律宾杀人 然后菲律宾妇女 做维安妇 这也都是事实 是事实 但是问题是 你对菲律宾来讲 它本来被西班牙 统治过几百年 后来又被美国 统治了一百多年 西班牙人 也杀他们的人 也奴役他们的人 你对东南亚 所有被殖民帝国 统治过的人来讲 你被日本侵略 跟被欧洲人侵略 有分别吗 没有分别 分别只在于哪 日本人来的时候 打着一个旗号 叫大东亚共农圈 我们黄种人 亚洲人合作 赶走白人 因为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们就真的 态度是不一样 你看我们中国 当时被侵略 我们是有 我们自己合法政府 合法将军 你入侵我们 但是对这些 东南亚国家来讲 他们当时是 连独立都还没独立 印尼根本没独立 马来西亚也没独立 他们是一群人 被殖民帝国统治的 然后日本人 跟他们 别是看到 都是亚洲人 黄族人来了 打跑了我们 骑在我们上头 那些人 然后我们原来管着 我们人不见了 你想想看 整个感觉完全不同 我跟你说 这种 这种拧巴的 这种复杂的感觉 在李光耀身上 你都能看得出来 你看这个李光耀 自己在回忆录里 他写 当年他 就是 日本人来了 其实日本人 对他也不怎么样 日本人打他 他不经理 日本人抽的大嘴巴 但是呢 李光耀一方面 觉得这个挺屈辱 但是另一方面 他在日本人 占领新加坡期间 你看他又得到了 对他一生 对他的行政风格 都有影响的一个体会 你说什么体会 他说 这个这么强硬之下 夜不庇护 他发现这段时间 台湾那时候也是 夜不庇护 于是他意识到 这个强的这种手法 是有他一定的 可以用的一个用途的 对 刚才讲到日本 我就想起 最近我在看一套书 就是这个 严严其生 写的一个日本的学者 女学者 对 写的《罗马帝国》 15本 那个书 包很长 我慢慢在看 但是呢 我就感觉啊 里边 就是虽然说 这位老太太 她是住在罗马 她耗尽几十年的心血 在写这样一套书 实际上是这个 应该说是在学术上 是相当有造诣的 一套史书 但是呢 毕竟 首先她是一个日本人 而且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过度敏感 我觉得在里边 她有一些观点 不停地冒出来 其实挺 挺挺刺 刺激我的 她有什么观点 第一 她写的是罗马 罗马帝国 从她这个 公元前五百年开始 怎么一群这个牧羊人 到了这样一块洼地 七个小山丘 然后最后怎么 慢慢慢慢地 给她建成了一个 庞大的帝国 她说 罗马人 他们有什么 要聪明 比不上这个 菲尼基人 要说他们的航海技术 比不上这个加泰基人 要说他们的身体 比不上高卢人 可是为什么 他们最后可以成就伟业呢 他们靠的是什么 童话 他们打败了你 但是呢 他们不是 去真正的 骑在你的头上 而是慢慢地 同化你 吸纳你 把你变成他的人 我就觉得 他自己 有这样一个思想 第二个 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罗马 还有一个特点 叫什么 他们永远 不惩罚 这个将军 指挥官 那个时候 他们叫执政官 执政官去打仗 打输了之后 没关系 回来接着做执政官 但是像他们 当时的对手 要是打输了 又回去 马上斩首 但是呢 就是因为 所以说这个 其实在日本也是 你看见没有 就是 就是哪怕是他们 很高职位的 要我们说 那就要战犯呢 那他们呢 那不是 他们还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做事 我们就是要解除 他们的后顾之忧 你们上战场 你们该干嘛干嘛 输了没关系 回来你接着当官 你接着 是我们的尊重 是我们的推崇 对 对方国家要老打败仗 最后就没官了 全是兵 但他们其实那时候真的是跟美国有很大关系 比如说他的像 岸信介 他根本本来都是战犯嘛 在坐牢 后来美国当局把他放出来 放出来重用他 就我觉得当时日本 差点本来有机会会走上德国式的改造的道路 但是日本基本上没怎么 有很多东西没变 比如说日本有很多东西非常古怪 他到现在虽然不会再叫自己叫大日本帝国 但某程度上其实他保留了一种帝国的虚可 比如说举个例子 他的天皇英文叫什么 叫Emperor 皇帝 你知道在英文里面 Emperor是比King或者Queen要高一个等级的 你今天在全世界你找不到别的国家 英女王的是女皇 丹麦女王是女王 找不到别的国家的元首叫皇帝 然后日本的国会叫什么呢 叫Dyat Dyat是什么 是帝国议会的意思 这是个当年学一战前的德国 德意志帝国学会来的一个法统 全世界也只有他 德国人都不会这么叫 还叫自己的议会 我们也叫国会国会 你如果看他英文的话 他问国会的意思是帝国议会 他整个东西没有碰过 那这些东西不碰 我觉得就是二战结束之后 美军上来 美军本来原来也想解决他的很多问题 比如说那些战犯该抓的抓 该省的省 东京大审判就应该选纽伦堡审判一样 但是后来为什么半途而废 甚至还放了那些战犯 很多人不追究 又把他推上前台 就是因为马上冷战就开始了 美国也历史他 马上就开始 而且尤其在中国问题上 我觉得更严重 比如说你蒋介石 本来很多事可以追究 那蒋介石你自己爱以德抱怨 也就罢了 但是为什么后来 你想想看 国民的跑到台湾之后 不是有白团 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把一些二战时 入侵过中国的日本的将领军官聘请为国民党的军事顾问 港村宁赐嘛 这最有名的 港村宁赐 多坏人 对 多坏一个人 那你想想看 当时就局面就在 然后呢 我们这边也没啥去顾 也就算了 所以当时变成 我觉得整个局势太巧妙 就美苏一人一边 我们中文分成两边 然后两边自己在斗的时候呢 两边在斗的时候呢 那日本就算了吧 他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当时啊 这个社会主义和 不是 这个共产主义和这个资本主义两大阵营 就冷战 你就觉得这个西方世界 哎 好像共产主义的威胁 比起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对他们来说好像更危险 因为他反正就输了 对 他就表现那样 所以说很多事实际是美国影响下决定的 因此我又要看一张照片 咱们可以看看 很重要的照片 你看小条 也是很重要的 参加了这个博弈 是吗 克里 这个采访有一段时间呢 对克里他的采访 是当时啊 是这个在南海问题上啊 是风声最近的时候 哎呀 这个这边听着新闻说 这个美国军舰已经啊 使尽了这个中国正在填海造的那些岛礁了 他们要干嘛 然后这头呢 这个克里从俄罗斯到了中国 然后跟中国的领导人见面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通知我们 就说让我跟他做这个采访 采访之前 美国使馆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你们能不能保证 跟这个克里的采访 他说的话 原文全部播出 啊 当时我们就赶紧研究啊 这个其实与其说是一个问题 不如说是一个要求 但是我们研究之后 最后就答应 说我们全文播出 当然我们我们说了这个话 我们也会这样做 但是呢 难免我们就会想啊 哎你要说什么 对不对 你要说什么 对 但是呢 他说北京烤鸭这个好吃 非常让我吃惊的是什么 什么都没说 啊 再说到这个南海问题 你就一带而过 啊 然后如果要总结的话 他的这个中心思想叫什么 他说中国和美国 首先两个都是大国 中国的经济迟早要超过美国的经济 啊 这美国他们一贯都这样说 他说中国和美国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体制 我们在很多问题上 利益并不一致 但是呢 也希望这个不要影响我们 在很多事情上面 去寻求更大的合作 以及我们的合作空间 啊 要变不可能为可能 怎么怎么样 这就是打关枪嘛 这就是说官话 但是我觉得我听到的信息是什么 也就是说南海问题上 我们是有利益不一致 但是呢 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希望不要影响中国和美国 在其他很多事情上的合作 就我听到的 他限制你 比如说你问他这些问题 哎 你们那个侦察机跑到那个南海南海上边 是怎么回事 能让你问这种问题吗 呃 这个因为时间首先是很有限啊 只能是给他一些大的问题 然后让他要不然的话 我要是问一个这个飞机 他一个这个一个打关枪 一打15分钟 那行 那也没有什么时间问其他问题了 那你 我都是只能是去引导性的啊 给一些点 然后让他去说 然后呢 如果说我在他的回答 中发现很有意思的点 我再去深入 这能是这个 那你对这个克里这个人 有个什么印象啊 挺不错的 我就说这个 真是人家说什么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的哈 哈哈 他那脸算帅哥 明明可以靠身材吃饭 我那腿好长啊 天呐 他腿到我的肩了 真的 他是国内边 是手 手放在腰这给你握的 是吗 他很 他喜欢运动 他不是现在在法国 还在那摔断了腿 对对对 在瑞士吧 瑞士 没错 现在很多老人 要防止这个叫 鼓鼓头 这个地方 他就是鼓鼓 太容易了 我们过去有个老台长 就是这样 在罗浮山 吃完饭 一出门 就是两天 不然他怎么走的 左腿挡在右腿前边 撑个 直直的在我面前 他打下去 一下子 老年人非常容易 就是这个鼓鼓头 这个地方 就断了 就断了 好疼 对那个 那个丹 不是瑞典的前首相 我也跟他做过采访 他也是 他鼓鼓 特别容易 你知道吗 断了在医院住院 当时那个你知道 新周刊 新周刊成一位主编 叫冯银诚 知道 是冯银诚的那个节目组 我们俩原来都在广东电台 是 冯银诚的节目组 召开的这个会 结果这下 台长来参加 他节目组召开的会 这下把台长摔了 冯银诚大惊啊 你知道吗 惊慌 然后半夜里摸进去 非要跟这个台长按摩 这台长当时 这个腿掉在那个床上 分成不由分说 我给你按摩 师傅按摩了 不是 我第二个进来看 台长就给我诉苦 说刚才这个小疯啊 我就让他别给我按 他以为我是客气 他就飞过来 他躺着我呀 一身都是汗 千千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对 小田穿的都是好衣服 是吧 你买的都是贵石头 哎呀 真会说 不许瞎说 不许瞎说啊 咱们说点这个 能挣钱的 不是 不是 我不要 最近他一不留神 说实话 还是阿基诺三世 不是 还是讲你刚才讲 这个采访美国克里 你刚才讲 阿基诺三世 菲律宾受的是 美国的这个影响 对 咱们一说菲律宾 就想起美军基地 是 苏克万基地 所以有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你们俩肯定都挺有认识 英国这个给这个世界 带来的影响 和美国给这个世界 带来的影响 恰称不一样 你觉不觉得 你看你香港是当年英国带来了很多影响 对吗 但是你说你觉得相比起菲律宾 你比如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应该是英国式的这种影响多 但是菲律宾的美国式的影响多 是不是美国影响的就乱一点 很难讲中美洲那些国家 比如古巴曾经一度在卡斯特罗解放成功前 几乎是半个美国殖民地 中南美洲 过去相交共和国那些地方 完全被美国搞得一塌糊涂 你就这么比较 的确是 我上次在联合国 我不是我在联合国 你家联合国大会发言 那是他气的地儿 我看您是行吗 我喜欢看联合国开会 然后我就看那个 我最爱看那个俄罗斯的代表 俄罗斯的代表 有时候经常说出一些金句 你知道吗 他在讲话 那时候跟普京好像跟奥巴马闹什么矛盾 我一看那新闻 俄罗斯的代表说 说美军出现在哪里 哪里就出乱子 你觉得是不是美国留给这个世界 就是混乱 我感觉 对不起 但我觉得英国呢 也并不是大家都说的那么好 但英国 但问题是英国的殖民统治 因为时间很长 他作为一个殖民帝国 时间很漫长 所以他有一个很好 很够的时间来自我学习跟演化 英国的早期的统治 比如说非洲的统治 在印度的统治都非常糟糕 到后来其实有很多很乱的地方 很糟的地方 那为什么也会有所谓 比较成功的殖民地的出现呢 我觉得跟他自我学习能力有关 我觉得很大 其实今天中国很值得去研究一下 英国这个帝国 他过去作为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世界上第一个跨国企业 他怎么经营 怎么管理 他各地的海外分公司 跟本地 是用什么方法沟通 决策怎么下去 你用这个角度去看他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小田是英国份的 我也不是英国份 不是在英国 英国他 如果他不会有生意的 ages 全市 计算是英国人的 一号码新年 可以抓到一号码新年